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提醒我一下 除去以前在中理分部的时期不算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理国中的毕业典礼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中理国中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跟你们一样都坐在台下 想当年我年轻力壮长得又帅 身材又好 当时我的身份是一届毕业生 如今我又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 一转眼间 我们的代表说觉得注意点老 在我们面前就不要这样讲了 几十年就这么过了 虽然我现在还是那么帅 但是看起来可能有点痴呆痴呆了 但是面对今天的一届毕业同学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要毕业了 你们的心理是开心还是难过 你们趁这个机会想一想 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还是九年国教 很多人国中毕业了 就可能因为家庭因素 就不能再升学去工作 所以那时候国中毕业也算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那时候我们还要留情什么 签什么毕业留言簿 写什么呢 从城万里 一方公顺 马到成功 勿忘我 是最多人写的 还有人写说 我永远会记得你 像这些了 不过 不两天那些上头套 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那时候的毕业歌 也是那几条 像什么 有听过吗 有听过吗 青青小树 青青听草 听过了请曲总 那表示你没比年纪 还有那个很常唱的 康亭外 古道边 芳草毕连天 有听过吗 再一起去住手 怎么搞的 现在开个人演唱会 不好意思 不管了 但是还有一条 你们就可能常听过了 那就是梨歌 梨歌出动 李琴如如 这首歌你们就不太有机会听到 因为很多告别石头用得到 以前那个时候毕业连结的时候 听到梨歌出动这一句 第一句唱不出来 很多毕业生就掉眼泪了 哪像你们现在那么无情无利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 原来是翻译人 从英国民导里面翻过来的 人家那个是过年的时候唱的歌 是怀念朋友的友谊 欢送旧的一年 迎接新的一年 是用感恩和开心的心情来唱的 可是到了我们这里 特别到了毕业季 就变成很缺人眼泪的旋律 之所以我们提到这些 因为时代变迁 这些老毕业哥 都很早听到了 我今天还特别感动 看到我们以前的 玉米车站那个站点 小时候最深的记忆 欢迎他到了我们来 现在有了手机以后 有了internet 还有很方便的wifi 很多传达感情的方式 跟思考模式都变了 今天我给你好一点 就把你加入我的好友 明天看你不爽 可能就把你封锁加入黑名单 实在在进步 我们过多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所以你们曾经过你们自己 对于毕业你们是开心还是难过吗 好 难过的请举手 有点假 开心的请举手 自己难过又开心的举手 哇你们这个也假了 难过的你们可能是比较重感心的 个性比较保守的一群 面对未来你们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 跟去取心 那感到觉得毕业很开心的 再提自首 毕业很开心的再提自首 大家记得啊 这些就是无情无义的人 开玩笑了 你们应该是比较乐观景取了一拳 但是在你们勇往之前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不要太多冲动 要多花精神去做一些思考跟推销 到处的人应该是开心跟难过都有 那时候的我也是悲欢叹杂 因为我是一个重感情 又上帝心的好青年 那时候我连基地状长得又算 真彩又好 我刚才讲过 你们记得就好了 记得就好了 那时候我已经在唱了流浪到淡水 我特别要讲这些就是说 我今天要用个活生生入雪淋淋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还有所谓的大学联考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没有所谓的大学联考 我这个认真又有为的好青年 一人考了两次联考都没有考上 这对很爱面子的我们胡佳 实在是件很没有面子的事 我当时右脚的心理也受到很大的碰伤 实在很残忍 但是慢慢的我才从这件事情我学习到 原来我自己 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厉害 我用这件事跟大家分享说 原来我们以言我都自己觉得很厉害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我们的我的无知跟那个自傲 到那时候就觉醒了 让我了解到谦卑的重要 让我领悟一个真理 上帝关了这一扇门 他必为你开另外一扇窗 我并不是在夸口说我联考落板 有什么样 这是很丢脸的事情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有那个勇气 去面对生命中的困境 去找到上帝为你开的那一扇窗 还没有消灯吗 废话有点太多了 最后我要用我那个上辈子 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来跟大家再一次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有听过 上辈子有曾经讲过 我就是革命上会成功 同志任需努力 人生中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革命 不管是对自己的改变 对家庭 对传统文化的改变 对社会国家的改变 我们都要勇于面对跟承担 你们即将要迎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记得要勇敢 要努力 更别忘了心中要有爱 加油